心理学家,当你出现这五种状态,说明你在堕落之中了 人们的情绪情感具有功能性 当人们快乐的时候,做事情就有一种积极的情绪和行为 反而当你具有消极情绪的时候,你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是充满激情的 但是由于挫折的阻挡,人们就会出现疲劳的心理状态 同样,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下,人们的心也会出现疲劳的状态 进而会出现一些消极的行为 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疲劳,另一方面是暂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心理学家认为,当出现这六种状态时,双面你正在堕落 一,没有生活目标 生活没有了目标,也就是失去了要追逐的方向,漫无目的 既然没有追求,也不会产生想要去行动的动力 更加不会产生相应的行为了 与其说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状态 倒不如说是逃避生活现实,来得更加确切 每天红红嫩嫩的生活,缺少活力和异议 二,终日沉迷游戏 有人说游戏可以放松心情,正好可以缓解工作的压力 适当的玩游戏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终日沉迷其中 卸下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只一味的去追求个人享乐 这就是一种堕落的表现了 它会慢慢的吞噬掉你的意志,让你越陷越深 三,不会充实自己 生活总是给人枯燥无味的感觉 但是当自己变得充实的时候 也就会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 人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 即便是停滞不前,也是退后的表现 当你选择停止不前进的时候 就说明你没有前进的动力 四,不停抱怨生活 抱怨是内心不满的一种宣泄 当出现不停抱怨的情况时 说明你正在处于一个负心的状态下 这种状态会让你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敌意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所以多去发现生活的美好 学会感恩一切 你的心境就会得到改善了 五,忽视身体健康 人堕落的一种表现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放任自己去干任何事情 不在意一些社会规范 也不在意自己的原则 忽视身体健康 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不负责任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连本钱都没有了 我们又如何去奋斗呢